炸毁卡或夫卡大坝的凶手到底是谁 一直是一个疑问 乌克兰和俄罗斯相互指责 都在第一时间咬定对方是真凶 但事情过了好几天了 其实凶手是谁 或许大家心中早有答案了 细节一 这么大的一个水电站被炸了 美国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指责 这无论是对于俄罗斯还是美国来说 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要知道按照美国的尿性 哪怕是普京在家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 都要去联合国控诉普京排放了有害物质 现在水电站被炸的消息惊天动地 结果美国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说 在考虑到美国不可能转性的情况下 唯一的可能就是美国是凶手 怕自己说的越多 错的也就越多 细节二 北习管道被炸的调查结果至今都未公布 而美国和北约也拿不出实锤的证据 来将这盆脏水破到俄罗斯的头上 相反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间接证明了这是一起 由美国精心策划和提供装备 然后欧洲部分国家出人 共同协作后完成了自毁长城的蠢事 美国同样在贼喊捉贼之后就不再追查这件事情了 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 很难把美国这个嫌疑人的身份给剔除干净 细节三 乌克兰一直嚷嚷着大反攻 可海口都已经夸下去了 过了整整两三个月 也没见乌克兰那边拿出什么实质性的反攻动作出来 后来更是对外宣布不会公布反攻时间 就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消息公布出来之后 现在大坝被炸了 乌克兰反攻的时间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用炸掉大坝的方法来延缓反攻的时间 这或许不是乌克兰的首选目标 但一定是顺带的目标之一 细节四 虽然大坝的归属权是在乌克兰的手上 但大坝被炸之后受在最严重的地区 却是俄罗斯控制的地区 首当气冲的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 而且随着大坝的被炸 克里米亚也将面临着缺水的情况 细节五 这次水坝被炸 按理说应该会有很高的热度 一堆乌美粉 应该立刻挑出来狂喷俄罗斯的不人道主意 但是除了第一天有热度 后面直接销声匿迹了 要么就是美国爹地给不起钱了 要么就是美国爹这群二百五洗着洗着 反而把美国给洗黑了 其实这段时间美国可不只是炸掉了水吧 就在这几天 乌克兰又炸毁了俄罗斯的叶安输送管道 这个管道是用来干嘛的 叶安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化肥 如果再加上大坝被炸 整个乌克兰南部的粮食主产区被淹 可以预计的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 整个欧洲包括乌克兰在内 都将面临着粮食紧缺的问题 是不是看到这突然觉得似曾相识 当时美国炸掉北溪管道之后 就将欧洲的能源市场给吞噬了一个干净 在让欧洲经历了长达半年的阵痛后 欧洲也逐渐接受了美国代替俄罗斯 为欧洲提供更加昂贵的能源 现如今作为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的乌克兰 自己都要面临粮食紧缺的情况 又如何能为欧洲持续提供稳定的粮食呢 又恰巧的是 早在去年 美国就一直炒作国际粮价问题 只能说美国的鬼心思是真的多 一环扣一环 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而且这一次炸掉夜安管道 又恰好卡在了俄乌 达成了黑海运粮协议的关口上 这么接二连三的巧合都被美国给撞上了 还有人觉得这只是一连串的巧合吗 北溪管道被炸 损失最大的是俄罗斯和欧洲 如今卡霍夫卡大坝和夜安管道被炸 是俄罗斯 欧洲还有乌克兰一起成为了受害者 至于为啥乌克兰可以心安理得的自己害自己 或许大家怎么都没想到 去年的七月份 美国就已经盯上了乌克兰的农业了 实际上按照美国和泽连斯基私下做过的协议 不算上被俄罗斯控制的地区 泽连斯基早已把乌克兰的大部分资源 全都建卖给了美国 包括矿产的开采和售卖权 农业的售卖权等等 就是这么一个把国家给打包售卖的总统 居然被西方世界给吹嘘成了民族英雄 西方世界的造神运动可真是炉火纯青 一旦类似夜安管道被炸的事情发生了越多 俄乌之间就越来越没有了经济联系 而一旦俄乌之间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少 那双方就真的再也没有相互妥协和缓和的空间了 而这个也恰恰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 所以为什么我在美国炸掉北溪管道的时候 就非常焦急地告诉大家 一旦这一次没有把美国定死再被告洗 那俄乌将真正沦为不死不休 对于俄罗斯来说 一个能源出口大国 先是被掐掉了能源 现在又被斩断了粮食出口 对于俄罗斯来说 后面的路已经越来越不好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在很早之前 就未雨筹谋地扩大了能源和粮食的进口渠道 增加了储量 良稳天下安 只有让所有人都不饿肚子 才是一切的前提条件 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是财政上的问题 因为美国知道经济是俄罗斯的软肋 在先后打掉了俄罗斯和欧洲 以能源和粮食作为纽带的同时 又在外部进一步压缩着俄罗斯的财政空间 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 将于2023年6月12日至23日 举行其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空军一方演习 此次空中卫士演习由德国空军主导 将于12日开始 为期约10天 届时会有来自25个北约和伙伴国家的 约220架军用飞机和近1万名军人参演 这次军演将在俄罗斯边境举行 你要是俄罗斯的官员 你是不是也得调集更多的兵力过来防守 而哪一次调兵遣将 不是需要靠巨大的财力来支持 美国其实也学聪明了 知道一味地给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 还是死磕不过俄罗斯 那不如在俄罗斯的边境附近频繁举行演习 也能达到持续削弱俄罗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效果 而且相比较于自己掏腰包给乌克兰提供资源 还不如让欧洲各国共同参加演习 这样费用还能平摊 何乐而不为 说了这么多的俄罗斯 其实美国的另一个目标还是欧洲 既能源被美国给拿捏之后 现在粮仓也被美国给一锅端了 下一步 美国一定会限制俄罗斯对欧洲的粮食出口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计划下 欧洲已经失去了对能源和粮食的自主进口权 整个世界产粮大国就那么多 除了美国 你也找不出第二个 能挣大光明给欧洲公粮的国家了 如今能源和粮食都被美国给严格管控的欧洲 其实已经逐渐沦为了新时代的美国殖民地 其实早在当年马歇尔计划施行的时候 欧洲就已经落到了美国长臂管辖的陷阱里 当年在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计划下 美国向战后的欧洲提供了大量的低息贷款 打着帮助欧洲快速恢复经济建设的幌子 实际上设下了诸多圈套 按照美国的贷款条件 欧洲必须答应要向美国开放市场 欧洲各行业要使用美国制定的标准 所有的重要敏感行业 都要向美国开放 美资要全面参股 至此 美国资本全面控制了欧洲的所有经济和行业 一直到今天 欧洲在政治 经济 军事等领域 其实早就被美国给渗透成了筛子 如今连粮食都要被美国给限制了 真不知道未来欧洲 还会出现什么惊骇世俗的事情 他们还愿怨 无疑 中国为北要 夸 对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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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的